各位您好,我是心宅,一年不生,蔓延放下。 其中談到賈寶玉到了天齊廟裡燒香還原。 問廟中賣膏藥的黃道士,有沒有一貼的藥方可以治療女人的悼病? 黃道士說,貼到的膏藥倒沒有經過,倒有一種湯藥或者可以醫的。 這叫做寮度湯,用極好的秋梨一個,兩前冰糖,一前沉皮,水三碗,梨熟為度,每日清早吃這個梨,吃來吃去就好了。 寶玉就說,這個不是值得什麼,只怕未必見效。 黃一貼就說,一劑不孝,吃十劑,今日不孝,明日再吃。 今年無孝,吃到明年,環樹這三美藥都是潤肺開胃,不傷人的。 甜絲絲,又止咳瘦,又好吃,吃過一百歲,人環樹都是要死的。 死了,還妒忌什麼呢?那時就見效了。 這個恐怕是黃道士臨時湖州出來的方指, 暗指,妒忌無藥可依,只能通過心理暗示來到日。 雖然是湖州,卻亦有些根據,不然的話,藥食和原液食材這麼多。 為什麼不用其他,偏要用秋梨,冰糖和陳皮呢? 用料,尿道湯和你平時家常吃的秋梨湯和你差不多。 用料是梨和冰糖,而在這個尿道湯裡卻多加了一樣東西,就是陳皮了。 為什麼呢?原來這個加入陳皮,只是紅蘿藥膳的特色所在。 功效,梨、甘、寒酸、無毒、潤肺、良心、養陰清液。 主熟的梨有助於腎臟排泄、尿酸和預防痛風、 風濕病和關節炎,更具有潤燥消風、醒神解毒等功效。 冰糖、甘寒無毒,具有潤肺、止咳、清痰和去火的作用。 補充益氣、去繁消渴、清熱、降燭、養陰、新津、止汗解毒等功能。 陳皮,苦身而溫無毒,能洩能散,理氣和宗,溫潤燥濕。 具有理氣降溢,調宗開胃,燥濕化痰之功。 主詞是疲惠、失阻、空格滿滿、軟腹脹痛、不思飲食。 李同冰糖,良潤心肺之火,疑性甘寒,苟服容易虛寒。 顧配醋濕的陳皮,可理氣化痰,清乾利膽。 和中華整道湯品的性味,使之苟服不傷身。 中醫說,陰虛火旺,所以異生無名火,而且愛心煩。 表現出來的就是容易生氣,女性則可能表現出妒忌、小氣的情緒。 《紅樓夢》裏曹雪芹借王道士之後,胡周了一個療道湯。 雖然說是胡周,但也有她的道理,這道療道湯的用料主要是李和陳皮。 中醫認為李能夠滋潤廢陰,而陳皮則是平和保益,解決陰虛問題。 條理好生子,平復心情,信心信氣,當然有助於條理妒忌。 做法是原料,抽禮一個冰糖50克,陳皮10克,杞子10粒,水3碗。 做法,第一,你洗淨,大皮切成大塊,第二,陳皮90克,泡開。 第三,然後在乾淨的沙窩裡倒入清水,加入李塊,加入陳皮90克。 第四,蓋上鍋蓋,用大火燒開。水開後,根據個人口味加入適量冰糖。 再蓋上鍋,這時要改用小火煮20分鐘。 第五,20分鐘後,打開鍋蓋,用小桌攪拌一下,等冰糖融化開了,就可以盛入小碗。 這裏撩到湯就算好了。 近日已經入秋了,雖然陳皮秋李湯不一定能療到,但面對秋醋,確實去醋的一美良方。 秋天到來,不妨試一試。 多謝大家收聽,我是心齋,隨遇而安,隨緣自在。 大家喜歡的話,請點贊、分享和訂閱全部。 拜拜!